五星期也過了 那馬上到來是百貨的臨村慶 那今年剛好我們就碰到端午期 端午期 那這次的端午期又連休四天 四天 那我們認為在台南的區域 去年 去年有碰到暑假的一些登革日 那今年的話 市政府這邊也非常的用心的 在做一些意保的動作 那我想 今年台南 應該暑假 應該是比去年的觀光客更多 很多 那我這邊得到的資料 就是說去年 台南市的觀光客 進來有兩千萬人士 這個是台市長自己親口講出來 兩萬兩千萬人士 是非常非常的多 我想今年應該會度過 兩千萬人士的這樣一個紀錄 那我們希望說 馬上在連中慶死後 大家知道 今年到目前景氣也是非常的好 景氣不是非常的好 那剛好我們母親節這一波 我們的一些 那個業種 多 比去年業績 都有成長蠻多的 就像我們的化妝品 跟去年也成長將近三十幾% 那本來一樓的女學區 把它移到二樓來 那也比去年多了一百多萬 因為去年的女學區 在一樓有六百多萬 今年的女學的母親節的當景 突破到七百多萬 那這些業績 真的要感謝各位 記者的媒體 小姐先生的幫助 把這樣的訊息 告知給我們台南的消費者 在此 非常的感謝各位 那也趁這個機會 因為我們今年 那個連中慶 當然有滿先送滿之外 那我們知道 今天我們特別推出 就是台南的畢業護照 那大家知道 台南是一個邪府 他的大學院校跟小學 跟這些中學的學生特別多 我們所知道 台南市的各小學 也竟然有兩百多家的小學 那大學更不用說 大學的密度 我想是在整個台灣 算是密度最 密度最好 然後 學生最多 竟然 我們成大 也有兩萬多個學生 還在台灣的TOA 再來的話 各個科技大學 都是一萬六 一萬七 所以說我們認為 今年大概整個畢業生 有一萬多個畢業生 那我們認為 畢業生要出社會 剛好趁年中慶這個時 後 又可以滿先送百 那竟然我們還有畢業護照 對特別的畢業生 有特別優惠 不只餐廳等 就是有關於七十年 還有大概要出社會 要唐頭啦 或是穿襯衫啊 或是皮鞋等等 都有優惠 所以說 這次特別做這個畢業護照 那我想這個畢業護照 也不只只有大學生 還有小學 而且國中 也要進 那個 那個 國中 也要進高中 這些的 像球學啦 運動用品 也都為這些畢業生 做特別進入會 以上跟各位報告 那最後也祝 各位端午節快樂 謝謝